今天的直播款式呢 有三款 大衣還有外套 互相重複打配 還有鎮汁衫 各種鎮汁 還有下身皮褲 一起混搭給大家 有分開衫的 有直接逃脫的 一起混搭給大家 嗨,哈囉 我現在身上這個啊 是秋冬款的這個小可愛 這個有分黑色跟白色 然後它這個地方 後面是可以調節的 所以可以調節到你的長度 然後加上它這個地方啊 它是很包 旁邊的腹部的 所以我覺得整體很完美 然後它一點點非常薄的 這個容 所以它現在穿也不會太熱 它是屬於比較秋冬款的小可愛 那一點點而已 然後旁邊這邊 我喜歡它這個蕾絲拼接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蕾絲拼接的部分啊 這個地方 它可以就是如果你可以混搭你的 比較素的針織衫 你就可以露出上面一點點 這個地方就很好看 然後今天的這個吊帶褲 第一個穿是因為它實在太可愛的 第二個 OK 它這邊還有個小口袋 它旁邊側邊也是有口袋 然後呢 這個呢 我等一下會加針織衫在裡面 也就是說秋冬的話怎麼帶 我會一起帶給大家 那因為現在天氣還沒有到那麼冷 但是已經開始 今天感覺到大家已經有那種降溫 有點涼涼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搭一種針織衫在裡面 或是高齡啊 再冷一點也可以搭個821 然後再加一個合身一點點的 或是換送一點的T恤都可以 那我現在配的這個背心 整體讓我們看一下這個腰身 因為它下面的褲長的部分是直筒的 好 然後側邊這個地方 這邊 它是做這個口袋的 然後這邊還有做拉鍊 可以這樣子打開 然後拉起來它會有一些面 稍微有點腰身 所以它算是掉在褲裡面 算是有點修身的 它下面這個臀部也有加快 所以很安全 重點是它看起來也很顯瘦 我很喜歡 然後它的褲長是直筒褲 然後我現在搭配是那種 有點底的小白鞋很可愛 我往後退 然後讓你們看一下背面的褲面 很可愛 好 可以做我們這種真枝 簡單的開山的這種 有扣子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套 搭 這種小小的 它這邊都可以調整 所以你都不用擔心 可以這樣套 又不當外套 然後你可以穿在裡面 然後進去 等下把這個直接當上衣式的搭起來 可以然後加上那種小可 那種和聲的那種高領的配 很好看 我看下把分調到先放下 就要把分調的給它 要用到再次放下 要不要知道 我要把它放在裡面 要不要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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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還看起來很簡鈴 然後是針織 然後其實它這邊有點鬆鬆的 那這個就是很典型的那種 春夏都必備那種針織 現在就可以撈出來可以穿 換搭 然後再冷一點就換高鈴的 然後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是超Cute的 這個是今天我一全部的直播裡面 我最喜歡的單品 因為它是超可愛 所以我覺得就是現在有點清熟 女都會想要有一點點比較簡鈴的單品 然後穿起來蠻輕鬆的 小環環真的敲了很多次了 因為目前我們針織裡面賣最好的 那已經破百件了 就很簡單的針織 然後小香風的 然後一樣小香風的這種可愛的金扣 的扣子 然後開衫式的 兩個小口袋 灰色的 然後之前都是配裙子比較多 然後這次我就想配一個很經典的 然後配起來它風格會比較不一樣一點 可是我覺得很適合 就隨便同行都可以 OK 所以… 那這裡可以 ús沒有… 再一個… 怎麽就是… 好… 金扇道 ims… 地本來… 所以… 我會震驚 現在呢它有黑色 先讓你看一下 這樣搭配一下 這種家裡就一定會有樂福系 然後搭配的這個是跟的這一雙 好險扣夾跟 就非常好搭 秋冬必備 那種西裝褲啊 會有點輕鬆的休閒褲皮褲都很好搭配 很可愛 很簡單好搭 很輕鬆 隨時都可以 可以拿來當小外套 也可以當上衣穿 然後我覺得上班的時候真的很方便 就好鱔 就給大家看 好 可以 有 这个很适合现在的天气 然后你看它这个如果穿的话会露出这样一点点小细节 然后搭很百搭 然后你可以穿T恤式的 然后像刚刚针织开衫像这种毛衣式的针织开衫也OK 再亮一点点的时候就可以再混搭 然后你看就是灰色加这个蓝色 然后它这个 这个款式呢因为它这个地方也是开衫嘛 然后它这个地方是做园林的 所以应该可以做一个建层 然后也不会很奇怪 然后你也可以像这种卡琪的 我就很推荐配酒红色 然后还有卡琪啊深浅 然后你可以配一个比较深的 像梅拉的配色 譬如说咖啡啊深咖啡 然后卡琪 应该做一个点点建层的效果 然后灰色也很适合 然后我下面配的一样是这个 深蓝色的单名 因为深蓝色的单名啊 它就是看起来会 我觉得比较时髦一点点 然后可能也比较成熟一些些 它整体上会比一般的代表 看起来再正式一些些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就是上班所穿 那我一样往后退让你看一下整体 那我最爱就是我的秋天啊 或者出国什么的 我就是最爱就是这样 可是层层叠叠叠 就是吃饭的时候可以拉下来 然后你可以做调整 然后整体感也很够 然后你就可以做加减法 自己去变换 我来一点点 我来一点点 台湾天气很适合风衣 然后再来配一个超红款 这个款式呢 它很可爱的地方是它的这个麻花 做得很寒 颜色也很漂亮 然后我最喜欢的这两颜色 真的很漂亮 它这个真的是质感很好 然后它后路刚刚好 然后它可以全部打开 当开山的整支毛衣使用 你可以直接当上衣 非常细致的 这种麻花纹 它的麻花纹就是 会让我觉得蛮紧直的 然后它是做翻 所以整体 就是你一穿就立刻很寒 然后我搭配屁股给你们看 所以我现在担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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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裡面配這個 它就會有一點點露出來 它這個旁邊這邊會做一點點漸測 你看我現在配的是杏色的 有點偏杏色的毛衣 它配這個白色也不太奇怪 然後顏色黑白我覺得很好使用 單穿啊 一起穿都很好看 然後它旁邊這個都做縮扣的 旁邊這邊有一點點空間 不算太合但也還不算太寬的毛衣 然後下面也做一點點的 縮口的感覺 然後它這種就是偏老前鋒的那種 麻花感 然後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那我今天這張穿的這個是皮褲 最近我覺得逼說 因為它很好搭 後面還是做鬆緊帶的 然後扎不扎都可以 然後它這個地方 褲頭這個地方也做得很美 好 我差另外一點次給你們看 你看 這個針織生的咖啡 然後它的扣子是做這樣子的 就是圓的 側面可以看一下 很可愛 然後你看喔 就是像這種毛衣啊 非常真的推薦 就是飾品 有沒有飾品真的差很多 尤其是毛衣 我覺得超適合配項鍊 跟飾品 然後大 越大 不會大越大越好 但是我覺得 有一點點存在感 會效果很好 然後毛衣鍊 簡單的說話鍊都可以搭 那像這種暖色調 我就很推薦配金色的 這個三環我很喜歡 然後你們可以 我們網上都有 我都會寫清單給大家 然後它有個選地狀的 我覺得是每個人的臉型都可以 你可以注意看 因為它這個是三環狀 我覺得直播每次都會戴這個原因 是因為它真的很上進之外 很修飾臉型 有沒有 就是差很多 因為環的部分真的修飾度差很多 像這樣這個的話 你可以如果你想要簡單一點 就一個 一個 項鍊跟這個調一個 那如果你這還是OK的話 我覺得毛衣真的很適合 帶大個層次的臉 或是膽臉 麻花臉 戴上去其實都不要害怕 因為冬天的話 毛衣其實 分量感會比較重一點點 你可以用這個 再做一個層次搭配 然後顏色 你看它這個 做一個層次焦糖 跟這個咖啡 它的配色也很美 可以全部打開 可以當就是直接這樣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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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一點點建設 這個 這個新的系列呢 這個是一種套的 那今天會有兩組小香蜂的款式 這款的話它是外套加這個裙子短裙 然後呢我裡面有配一個最簡單的素的這種 半領的針織 然後配上這個 因為現在真的冬天來對不對 你要怎麼混搭 就拿自己家裡的簡單的針織衫然後去搭配 然後因為小香蜂它已經看起來就是 因為最近有沒有看韓劇都可以忍不住想 哇裡面的女生都穿小香蜂的洋裝 但是最好搭的 我覺得永遠都是白色跟黑色 所以我選了黑色讓你們一個顯瘦 它裡面可以曬很多 然後加上好搭什麼 就是你另外可以穿搭 因為這是一整套的 然後你另外在穿的時候 你這個外套也可以很好去搭配其他款式 那它這個呢很特別 你看扣子也很精緻之外呢 你看它邊邊 旁邊 精緻度都夠 然後分尺寸 你看它旁邊的 小香蜂的車邊很美 然後它的裙子呢 一樣是黑色的 所以你近看才知道它那個細節 然後我這個就另外套給你們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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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简单是珍珠衫 半明的 胡芬秀,这个就很好的搭配 因为它很黑,可以 因为它很黑,所以我们这旁边也看不出来 但是这个地方啊,是有点鬆动的 然后弹性也很好 简单,又有分其他颜色,你们可以参考 我现在配这个黑的雪梅,因为它比较不明显 明天我给你们清单,你就看得很明显 它的版型,可是它就是显瘦 然后唯一A字的版型 像这样,OK 这版型很好看 这一家那种高龄的 很美,很整体 搭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整体感 然后要往后退,然后配床靴给你们看 它就是很非常方便 像这种款式啊 如果公司啊,回家啊 或是晚上出去啊,聚餐啊 我就会很紧张,我觉得这样是很方便 你看起来也蛮整齐的 早上如果有一些公司 在我们的重要场合里也都OK 然后晚上聚餐也很漂亮 重点是看起来生产很好 然后里面外面都还可以叠加 它层次感很漂亮 然后它这个可以直接扣起来的 然后你可以直接分开搭配 裙子跟外套都可以完全很简单的直接混搭 OK,我现在穿的是长裙 这个 所以我们目前 开店 开店到现在卖最好的这个 改良的长靴 因为它这个长靴是过期的 但它非常鲜瘦 建议每一个朋友 就是建议还没买过的朋友 先从我们的那种套装式的商品 跟靴子 买一起,还有衬衫 因为我们招牌都不能在招牌的商品呢 它非常鲜瘦 然后版型呢 已经修过很多次 因为炫头也是小圆肩 然后这一次最新版 从去年开始 我是做 拉链式的 然后跟呢 是4.5公分 穿起来超瘦 超好走 可以小口服的那种 非常稳 然后呢 重点重点 好搭 好保养 好,那鞋瘦 那往后推让你们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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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最簡單的這個 毛衣外字列 它這個可以調長調短 然後你拿到的時候你會覺得它份量真的很夠 你拿到的是有點重量真的質感很好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霧面的 還有這種蛇臉 這種很簡單的 可以直接套進去 照你自己想要的長度 可以完全像這樣子拉 這就是毛衣 毛衣臉 因為它可以自己調整長度 非常漂亮 你可以自己像洋裝式的 那種 如果冬天秋天 像交集細節在洋裝 你一定可以套個針織的時候 你可以用長的 那像這種短 中間的毛衣 它顏色 你可以拉到中間 它整體感是比較拉長的 然後如果你現在外套比較厚 你要稍微蓋住 你就可以 然後進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開 所以像這種鏈子真的很好用 這毛衣鏈必備 我選的那種款式 真的是經典但最經典 很好搭 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不會太多 OK 好 然後唯一可以這個調整的部分 你可以像襯衫也可以 搭配這個也很漂亮 好 再來是這個 款式呢 這個是Oversize的 這種防擠瓶的 它不是擠瓶 所以不用擔心 很好包樣 然後非常舒服 它摸起來很軟 然後它是有點Oversize的 那我個子很少 我大概155 46公斤左右 這個款式啊 我穿起來會偏大一點點 可是整體感很好看 那因為冬天外套裡面 它是3O型 那我覺得它這個款式 我可以試穿給你們看 基本上你們穿 如果喜歡這種 那種梅拉德風的朋友 還一直在找完美的 Oversize外套的話 這款西裝外套真的可以入 因為非常鮮瘦 而且它因為它是軟的 所以不會覺得 Oversize太過大 還有1個 1個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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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试这个 它这个裙子呢 刚刚是套组的小湘峰的裙子 它是一整套 那在我这个呢 旁边是有锁链的 因为它是小湘峰的 那这款是裙裙 里面有个安全裙 那因为它这个安全裙呢 它的本剪裁 它是Inline的 那两款 我觉得我很喜欢一个全素 因为这个 它就有亮点 那你看我拍这个全黑的整支 就会立刻比较亮点 所以依照你们自己喜好购买 那我先转一圈 转一圈 然后到后面来看一下 它版型真的很选手 然后里面真的记得 它有个安全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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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肩膀 因為它是軟的 所以它會更離即下來 然後往後讓我們看一下整體 然後完全可以遮到屁股 然後旁邊是有個口袋 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整體的形容 在這裏面上 下手後 放下 這樣 還有一個 再用封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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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新的款式 它是背心式的 那這個款式比較很輕薄 然後會有點微透 它這個是比較性感的 讓你可以去穩搭 它讓你可以去穩搭這個款式 因為它這個有點微透 然後這個地方是有點那種複膩的感覺 那旁邊側邊是有點這樣皺皺的 那基本上它是背心式的 它還沒有那麼冷的時候你可以直接單穿啊 那邊加小可愛 然後配個沒有帶褲啊 就很漂亮 那我現在要混搭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銷售王 就是吊帶褲 這款吊帶褲我們已經賣過好幾百件了 然後它這個是指頭旁邊側開擦的 那尺寸上面的話我建議如果 你更高的話 直接往上拿一個尺寸就可以了 然後我一定要穿這個給你看 穿起來很好看 然後我會搭配兩種風格 讓你看一下下 OK 然後它的這個旁邊側邊有點開場 然後呢 它這個 我等一下它配整體感 你就會感覺它感覺不太飲料 因為你可以自己做層次 可以加高領啊 或是那種針織和聲的 或是大的T恤 幫一下也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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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K 我這邊幫大家看一下它這個 它這個 它側邊很薄 然後如果簡單的話 平常她會配 那個襯出這個枚絲 很漂亮 這個像瘦網因為他穿起來很鮮瘦 他因為全黑的 所以今天要穿得爽一點的感覺 而如果你這個地方比較兩個時刻結了 譬如A是M中間 你直接拿M就可以了 因為他這個要爽一點的要漂亮 就有點帥氣帥氣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自己加樂服鞋啊 或是我自己就很愛搭球鞋 好嗎 它是背心式的 我剛剛裡面有穿這個背心 稍微調整一下 你可以裡面直接穿一個簡單的 平口背心也OK 然後這邊調整一下給你們看 它這個地方會有一點點這樣吹吹的 它這個灰色呢 我想要做層次感 因為我等一下想要配一個新的外套 然後現在要灰的 我現在很簡單像這種啊 你可以配長袖或是背心式的 背心式的話比較性感 所以你可以混搭 譬如說有些朋友會背心式的配一個小外套 照山針織的 就是可以調整你自己在秋冬中間 自己混搭 然後或者是外套 針織大V0 你可以直接再另外搭配 做一個層次感的感覺 那我現在搭這個啊 是為了等一下要搭一個灰色外套 然後我一樣配那個橱鞋給你們看 我先搭配這個 我先搭配這個 這種鋪麵外套的灰色 可以做一個層次感 可以做一個層次感 直接逛琴 香港的紫色 上週就已經曝光了 再見 很可愛的貓妮外套 可以細一看她的細節 然後口袋 不同氛圍 那這個鋪面外頭 真的很保暖 它屬於短短的 那也有分尺寸 感覺不太一樣 這邊做一個層次 很往後退 然後這個有口袋的 很可愛 那這個貓那一款的啊 它就是會到 街頭一點點 那可以看到 比剛剛那個在 運動休息前再用一點 這個會比較都市休閒的 它比較比較時髦的感覺 很好搭配 然後如果你要配一些 厚一點兩磚的針織 這個也很搭 很簡單的 比較休閒的款式 大牛仔褲還有休閒褲都很好看 OK 好的 再來 這次挑完款 我要配在這個 呃 掉一口裡面 因為很多朋友們 就是最近真的是 賣翻了 那 在換季的時候 到底怎麼搭配 很多人問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覺得 很簡單的就是 T恤 還有針織 簡單的內搭 都可以直接拿出來配 都沒關係 那我挑完的 長袖的短袖的都可以 好 好 調溫的 調溫的就會看起來 就是 比較法式一點 它這個調溫針織 就是 是那種 這個我們的 呃 經典的小款 它彈性很好 然後原理式的 這個 每天都會給大家 清單 就不用擔心 這是最基本款式的 這種隨便 簡單的搭配 甚至 點點襯衫 或是指紋襯衫 都可以直接放在裡面 做個造型 讓襯衫直接打開 然後 搭在裡面也有點帥 再來是這個 新款的 如果你很喜歡這種 素素的 簡單的 剪裁的 質感 洋裝 它是挺的 綿質 所以這樣很舒服 我會過敏的朋友 這一款真的敗 因為它非常的挺 舒服 然後可以穿很久 很簡單 但穿就很漂亮 那我今天會想要配的是 剛剛的毛眼灰色外套 混搭 藍配灰 超配 然後我明明還會再搭一個 圍巾 點綜一下 它整體分為乾 就是 我覺得上半通勤 就是如果你想要 素素的 很簡單 這樣子 會不會又不夠 就想要再有趣一點 就可以用一些單品 來吧 圓領的 它這還有灰色 很簡單 髒金色就看起來皮膚會很好 亮很簡單 然後你配項鍊、珍珠、蘇果鏈 簡單的毛衣鏈都可以 然後有線條的 沒有線條的都OK 然後你往後退 很簡單 它的版型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剩下去的 然後腰的地方稍微收一點 然後圈子的地方會散開 但是很小 它非常顯瘦 很推薦 裡面的洋裝來講 好像那種長袖的 就冬天的都會怕胖 但這款真的很推薦 這個刺筋 這個刺筋 我已經上場了多次了 這個我之前的我教那個 教學 隨便大家都可以 好 這個呢 因為它很素 這件 基本上我們就是三角 這樣直接平 然後呢 很簡單對不對 然後你也可以 稍微這樣子 側邊一點點 就可以自己拉長度 然後你也可以用那種 戒指 可以直接扣起來 或是綁繩 可以直接這樣拉 然後或是直接就這樣綁起來就可以了 它就看起來就很簡單 簡單的東西就是要配有點特色的 然後趁飾品跟這個圍巾都很好看 很簡單對不對 然後我再配灰色外套 它會超好看 放在裡面 然後把它打燒一點點 就這樣 這個呢 技巧就是 如果你要扁成像這樣子 比較細的 你就直接把它折到裡面 直接 小一點的拉就可以了 它就這樣 做一個層次感而已 那你 如果 就是這個地方 想要再更誇張一點 就可以打高一點點 很可愛 比較不大 好 這個 曾智銘介紹過很多次 再次介紹過 亮顏色 本週到貨 這一個羊毛衫呢 因為它其實 是有保暖的 它是真的綿 羊毛衫 真之衫 然後它是我穿過 羊毛真之衫 裡面真的最不良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 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自己呢 是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裡面還加一個 超可愛 然後它是很簡單的V-Link 那它真的會 暖和 它是真的會暖和的 羊毛真之衫 所以它身體質真的很夠 我也很喜歡 因為它非常簡單 就是V-Link 然後 你賣場上有兩個款 是是常的 跟我分手的 就是依照你自己喜歡的版型去買 那我就覺得都搭得到 然後搭 這個亮顏色 我搭個白色 讓我們看一下感覺 好 這個很亮 這個很漂亮的藍色 然後這個地方也要縮口 後退讓我們看一下整體感 基本款式不會退路性要很好搭 這顏色很美 穿黑色 換灰色 之前我是配...應該是配皮褲 還有我這次配的是這種白症去 紅色系一樣配給你們看 覺得它真的可塑性很強 它有種公司啊 通勤啊 各種風格 簡約風一點點 比較公主風一點點 然後試試這樣 比較文青一點點的白症去 配起來很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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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灰色是很溫柔 然後看起來有點窒息 很簡單 然後你可以稍微砸一下 跟之前的款式都一樣 灰色是我最推 還有暖塗色 暖塗色它就是非常非常好 好搭配 然後我都是配皮褲 咖啡的皮褲啊 或是簡單的 那種裙子長裙都很好搭 然後它這個 因為它可出現很強 所以寬褲啊 牛仔褲啊 各種休閒的也可以 就是現在流行的那種 威衣威褲 這個也很適合 這個超文款 之前穿過蠻多次的 然後這個針織呢 然後現在大家喜歡層次感 所以這種夾兩件式的 很受歡迎 然後這個款式呢 還有做這個條紋的 然後跟針織 然後旁邊它特別是做一個縮孔 你可以自己拉 然後基本上我都輕輕的 稍微拉一下而已 然後配的是這個皮褲 皮褲的話 這次我就想要配 勒服鞋給你們看 那我款式簡單 一點點的這種針織啊 配皮褲 其實就是會平衡掉 它就是會有點休閒 可是它就會有點都市感 比較時髦 所以整體感 我覺得看起來 會比較俏皮一點點 然後比較時髦 比較都混一點點感覺 好 很簡單的版性 好想搭配皮褲 然後跟皮外套一整套 這個呢 感覺比較帥氣對不對 我這邊一拉跟這邊不拉 半性看你自己喜歡 然後你這個不拉的朋友 這邊不拉的朋友可以自己綁個火力機就可以 或收起來幫你捏OK 就看你自己參考 自己拉一個型 那好我現在隨便打來就是拉一下 然後你要紮不紮都很輕鬆很方便 就看你自己想要的樣子 然後不拉 然後你可以紮 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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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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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酷酷的 黑色看起來很重一點點 漸層感 你這個也可以打開 按照你自己的方式 牛仔褲也很適合 好 今天都到這裡 有問題都可以問我們喔 新品會到明天晚上10點 都會上架給大家 平清單也是明天會給大家 有問題都可以問我們 謝謝你們晚安